作为开场也还行吧 我只能按我现在的阅历和想法来去讲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非常非常好 他开场开场非常非常棒 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 全上海最快乐的男人 然后刚刚升任我们公司 喜剧领导 人生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 但从来没有感觉到 他有什么心理问题 让我们掌声有请 成龙 这是现领导的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成龙 太好了 小慧真厉害 厉害厉害 什么结婚 离婚 真的是 没有必要的吧 没有想到我现在是小慧 心中最佳的伴郎人选 马上就去赌门 马上去赌门 也很开心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心理健康 哇 那就撞到我的枪口上了 我太健康了 而且我原来做过这个心理学方面的口译 口译 很高级 就是国外的老师在那讲课 我就在旁边给他做翻译 然后我很多都不会翻 我就瞎翻 我不会了就讲自己的段子 翻完之后老师就很懵 说我记得课程里没有这么多笑点 我说嗯 那是你原来没有遇到我 那些学生们也很懵 说这个美国老师 怎么那么多的山东自黑格 这个对 我确实在心理学方面 有很多经验了 就是学了很多的知识 我甚至有想过 要不要去做心理医生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心理医生第一条 就是要对听到的内容保密 我也太好奇了 比如有人来找我做心理咨询 他在讲到自己秘密的时候 我太难忍住好奇心了 我说哦 还有这种事 快展开说说 而且在他说自己秘密的时候 我甚至都想好了 我要讲给谁听了 而且如果他的秘密特别精彩 一次咨询做不完 我就催他下次赶紧来 我就给他电话 什么时候来看心理医生啊 已经断根很久了 我是一个催根型的心理医生啊 而且我做不了心理医生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受不了别人说一堆废话 没有笑点 我会忍不住给人加梗 就是如果别人一直跟我说 我说等等 hold on 你已经讲了五分钟了 还没有梗 还没有一个梗 你应该在你讲到 你老公出轨了那里加个梗 比如说 幸亏我也出轨了 你这样讲的话 别人就会爱听很多 其实大家对心理医生 整体上是有抗拒的 对吧 就有人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 会戴上口罩帽子 里三层外三层 就怕被人认出来 是吧 被人认出来了 也不愿意承认 说不不不 我来医院不是来看心理医生的 我只是不愿不愿 而且 你年轻怎么这么高兴 而且 很多人心里出了问题 他不看心理医生 他觉得自己看看 心理方面的书就行 这就很荒谬 你比如说我骨折了 我不去医院 我在家里看书 能行吗 好像也行 你就读五年的书嘛 对吧 因为一般学医都需要五年嘛 五年之后 我看着自己骨折的腿 高兴地说 哎呀我来了 我知道怎么治了 我知道现在最佳的治疗方案 就是买个轮椅 而且其实心理问题 比身体上的问题更难 因为你想一下 你半夜里面 心里有一些问题 你都没法挂急诊 真的没法挂急诊对吧 半夜里面急诊室 一般都在排队嘛 你比如前面有一个 头破血流的大哥 你排到后面 你说大哥 我心里有点难受 我有点失眠 你能不能让我先看 你看大哥会不会把你 打得头破血流 哇 哇 两感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 我们搞喜剧的 多少都有些心理问题 是吧 所以我们公司 这是一个真事 我们公司给所有的 脱口院员 都配备了专门的心理医生 但大家都不太敢去看 就怕自己心里正常了 是不是就没那么好笑了 然后那个心理医生 确实也很有用 他治愈了好几个脱口秀演员 突一再都淘汰了 这句是什么 我变健康了 也变弱了 这个 其实我心里比较健康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我只有一个烦恼 我就是心里太健康了 我太开心了 导致我的脱口秀 没有素材 所以我就劝自己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干嘛要这么开心呢 做脱口秀演员嘛 最重要的就是不开心 其实现代人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心理问题 我建议大家遇到痛苦 遇到心理上的问题 就去看心理医生 不要不好意思 我觉得心理疾病 就跟感冒发烧一样 你一旦有了 你就去找专业人士 如果你的遭遇足够精彩 找我也行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成龙 谢谢 这可以 这可以 不知道了 有点不知道 成龙跟小灰医生 喜欢成龙的朋友 投票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不是 等一下成龙 你离婚了吗 我感觉我回到了 这个节目的上一季 真的啊 对 所以宁静老师听懂了 是吧 你算听懂了吗 对 我上一季就离了 这已经是 已经翻篇了 我刚才成哥 讨过了半天说 看心理医生也没什么 这位朋友就是自己看书的 对对对对 他就是自己研究 看了很大量的书 我觉得就是 自己可以看书 但是也不要只看书吧 就是尤其是你 特别难受 或者对吧 当然我还要找老师 是吧 一定有老师 对对对 所以就是 建议大家不要 自学 容易把自己走火入魔 面对压力啊 这个负面情绪 我感觉你都处理得挺好的 有什么方法 分享一下 我解压方式 比如说去两元店 问人家这多少 挨个儿问人家这多少钱 这个几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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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店主不压力很大吗 然后 买一个超长 超长荧幕 玩植物大展僵尸 类似僵尸 然后 然后 把压力转给别人 对 然后 然后就是 我觉得好多压力 就是因为我也特别爱焦劲 我也失眠 我也这种 然后就是爱自个儿 跟自个儿 开这种无聊的玩笑 然后 学会享受无聊 就没那么大事了 其实成功跟你 出给方式差不多 是吧 你们私下可以搅搅搅搅搅 他比你还夸张 是的 是的 李大 你看上去 老是感觉人时间 都不是事的 你就没有什么烦恼 我太多烦恼了 你怎么解 工作 喜欢工作 然后 折腾他们 对 他会教我们所有人 一块陪他 行 我们看一下 诚哥获得了15票 谢谢 谢谢